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股友大家好各位股友大家好 这两天呢我一直跟大家谈高价股和低价股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普通的散户啊散户不要去碰那些特别热门的股票 实际上呢热门的股票不是不能碰 但是之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要去碰 根本原因在于当一般散户去碰这些股票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已经涨的很多很多了 在没涨起来以前散户的反应总是跟市场慢了 不是半拍是好几拍 散户往往会在热门股票涨了好多倍之后才会跟进去 这个时候就变成大户收割的韭菜了 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没有涨的股票 在没有涨的股票里面选择那些在历史低位的股票 在历史低位的股票当中选择那些异动的股票 所谓异动的股票就是突然它涨了一点点 或者说突然它放出了比较大的量 抛弃基本面啊 说它财务改变啊 人事变动啊 或者是行业属性啊 什么投资啊 这些东西啊都不要去考虑 为什么不要去考虑呢 不要去研究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信息的管道 即使有啊 你通常也不会有大机构获得资料的那些渠道 或者获得的资料信息更全面更准确 或者更及时 基于这样的考虑呢 我们就要选择那些低价股 比方一毛钱的股票 你涨到一块就十倍了 对不对 特斯拉这样的股票 你已经五百块钱了 你再涨一倍就一千了 一千块钱谁买得起啊 所以这个热门股票是大象之间的斗争 是川普和拜登的斗争 我们不要去参与这样的斗争 而且谁胜谁败 跟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选择低价股 或者选择未涨股票的基本的原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要低价 就是要放量 就是要移动 有这三个参数 低价方量移动 很多朋友这两天问我 怎么选呢 我昨天就选了一些出来 就是这些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选出来这些股票 今天有一些已经涨起来了 看一下 今天涨幅最大的到目前为止是两倍 跌幅就是涨幅最小 跌幅最大的到目前为止是18% 涨幅最大的两只股票当中 这个股票代码 SUNW 它开盘最高是涨了 有六倍 第二个 POLA POWER 股票代码是POLA 这个股票开盘的时候 最高是涨了两倍 好的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些股票都在这里 列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打开 从跌幅开始看 我们打开日线图啊 然后你选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看 先看长的 这个K线图 月线 那么比较值得关注 或者可以考虑适当的时候买入的 想这第一个是DGLY 第二个CMRX 第三个 亚师康药液 ASLN 第四个CETX 这个股票最低是六毛钱 现在是一块钱 涨了多少 涨了百分之 六十啊 七十啊 对 不到七十啊 这个股票值得重点关注一下 他在六月份的时候放量了 然后 这个UONE 然后这个警示制药 警示制药最低的时候八毛一 然后呢 他一直在这里横盘 横盘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差不多十个月啊 上一次放量 是在今年的七月份 这个股票也值得观察 因为上面它的颈限位置是在二十二块 如果庄家发疯的话 一口气拉到二十二块 就是拉十倍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股票才两毛二 这个股票市值 有些问题啊 不太够 有可能 总市值是一千五百零九万 这个股票也可以看一看啊 然后这个是 POAI 最低八毛一 现在九毛多 这个股票可以重点关注啊 它上面的两个颈限位 一个是两块七毛三 一个四块六毛六 有可能会涨到五块钱去 然后这个股票已经涨起来 从四毛二涨到一块四了 它回调的时候 我认为还是可以再买一下的 代码是ARPO 这个去头条是一个中概股 这低两块二 现在两块四 关注一下 没有问题啊 人人网这段时间涨得不错 中概股究竟 接下来会在美国股市怎么表现 很难说 因为中美贸易搞得中国和美国两个关系不是很好啊 但是最近的消息消息是有大把的中国公司 最近都在赴美上市啊 上个星期我看到 报道说有八家公司同时提交了上市IPO的申请 所以如果这家八家公司同时都上市的话 中概股倒有可能有一点小的行情出来啊 中美关系是一种大国关系 实际上呢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讨论和关注啊 即使恶化 恶化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能把握 也不会太恶化 我认为啊 在经济上啊 互相依托这是一个国际潮流了 然后克兰 富兰生物实验室 这个股票看了很久了已经啊 之前它涨过一波 然后这个叫SenseTech 最低1块3毛2 现在1块5毛1 这个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盘整了很久了啊 盘得越久 如果在底部的话 盘得越久 越在考验你的承受能力啊 而机会就会越大 这个叫富维薄膜 FFHL 然后就是这个股票 PSTV 最低的时候 0.93 刚刚开始放大量这个月 等它回调 这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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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股票是2块7毛6 最低2块7毛6 现在6块多了 这个稍微看一下 这个股票 到现在是978 8月份放量 7月份放量的 最低1块1 现在2块2块 现在是2块1毛1 也值得关注 然后就是这个代码是nmci 也不错 5毛3 现在涨到9毛6 这个2块0 2块2 2块多啊 也在底部盘整了很长时间 股票代码 VERO 这个股票CRVS 最低1块01 现在3块8毛8 也是7月份放量的 然后这个股票 最低2毛5 现在是5毛9 BNGO 这个卢比饭店 从4毛6 涨到了颈线位置 这个观察一下 它的回调情况 这个股票叫nl 最低2块2 现在涨了不到一倍 颈线位置 最近的颈线位置 是在5块6 差不多6 涨50% 如果冲的话 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5 股票代码 IPRX 1块7毛6 现在涨到了4块2毛2 这个是区块链的一个股票 就是做挖 做那个挖矿机的 比特币的挖矿机的 它从5毛1 现在涨到了2块6毛9 连续放量 比特币走势 长期是看好的 所以这个股票 作为一个低价股 也可以长期看好 但是回调 再介入 如果实在想买 就是买一点点 不能太多 任何股票都是可以回调的 没问题 这个超导技术 SCON 1块2涨到2块3 这个股票可以重点关注 SCON 这个Ocean Power 从3毛3涨到9毛9 涨了3倍 但是呢 它盘整的时间足够长 底部的量也足够大 你看 两次放量换手率 都是400 将近500 值得关注一下 我就不想一个一个说下去了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有个股方面的 技术分析需要 我来回答 我很愿意认真的回答你们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在前面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把这些股票都列出来了 大伙可以分头去看一看 真的谢谢大家 做YouTube视频呢 挺好玩的啊 挺好玩的 有空我会 经常做 我很喜欢 发现这个低价股 然后它能够赚个几倍的话 这样炒股票才爽啊 炒股票是一种快乐啊 不要因为赚钱就紧张 也不要因为亏钱就着急啊 设好盈利和亏损的目标 坚持分期买入 分批买入的买入原则 坚持一枪打掉的卖出原则 我想根本就不会亏啊 炒股票 比方说100块钱的股票 你认为它能涨到1000块钱 那么你在100块钱的时候呢 只能买一点点啊 只能买一点点 万一到了120呢 你再买一点点 万一到了80呢 你再大量的买一点点 这个时候会有个心理过程啊 最终你能赚多少呢 在保证成本不亏的情况下 赚多赚少 这是最终看个人的运气了啊 我自己也有很多股票 守了很久 就是在涨起来的一瞬间就卖掉了 但是前提呢 是赚了没亏 就是赚的不多 这就是心理和逻辑的问题了 今天就不讲那么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炒股愉快 欢迎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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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